大家好朋友们21点29分了啊11月9号给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啊 没有病 这个习药都是三分毒的东西这个 这也是预防的 哎 喝药能把这个冰毒能治好的话 那个打疫苗干啥呢 那那打疫苗干啥呢 你们这样能行吗 强迫老百姓喝中药 习药 中药就算了 这个习药能乱喝呢吗 这个也是大家一起那个咋的呀 你看那个南疆所的那个博士 不是都是因为这样才 你们是为了老百姓吗 为了你们自己吗 拿着手机天天过来监督我们喝 哎 我们自己也喝的那样 不是为了老百姓的话 我们把孩子 来 我拿个手机 你来喝我拍一下 这是新的新的 搞笑的 你 别 这个也我喝 这是发生在新疆啊 这个强迫老百姓喝西药喝中药 摆在那儿啊 就是到你们家门口堵着你 你看那些人穿着防护服吧 他们可能倒不是警察 可能是居委会的 社区的 是吧 强迫你喝 人家老百姓很反感 这个我是去过新疆两次啊 我也会说一点简单的蒙古语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啊 我在新疆也有很多朋友 这个 怎么说呢 这种做法我觉得太过分了哈 强迫你喝药 是吧 没必要吧 为什么要这么干 是吧 这个强迫你拿着手机拍 这个社区呢 也是没办法 这些基层的工作人员啊 上面给他们压的任务 你就得让他们喝 然后 还要每天拍照 然后回去汇报 是吧 这个 太过分了啊 现在叫新疆模式啊 各方面新疆 那个严厉程度啊 都超过了内地啊 也有人担忧 所谓新疆模式啊 有可能下一步向全中国扩散啊 推广 都有可能哈 这个刚才就很过分 是吧 你能看出来啊 那一小板凳在那儿 那药 是吧 怎么让我想起来潘金莲 给这个武大郎哈 大郎吃药吧 是吧 这个故事 刚才这个事 不知道发生在哪 但是他们好像是北疆 他说你看人家南疆 南疆就是阿克苏 和田 喀什 基本上这是南疆啊 他说南疆和博州吧 是博州还是巴州啊 有可能是博州 博尔塔拉蒙古自律州 也有可能是巴州 巴英国的蒙古自律州 那这个地方有可能发生在哪呢 不太像乌鲁木齐啊 乌鲁木齐 尤其不像乌鲁木齐市内啊 可能是呃 某一个农村的地方 有可能是北疆 可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啊 塔城市啊 或者叫塔城地区吧 啊 还有这个阿德泰地区阿德泰市 也可能是东疆 也可能是东疆啊 吐鲁藩哈密 不过我感觉像是北疆 感觉是北疆啊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很过分啊 当然在中国啊 你能够想象的 或者你想象不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过分的事儿 几乎是每天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演 我们在这三个月 看来 我们在一起